黄金羽香糕是客家传统美食 手信 由白切糕改良发展而来 清末时期 客家地区下南洋水客带着白切糕外出 遇到环境十度大温度高时 外层容易变质 制饼的人结合客家的甜板制作工艺 在白切糕的外层加一层饼皮再蒸熟 利用外层隔离水分来延长黄金羽香糕的保质期 2022年 黄金羽香糕被列入梅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黄金羽香糕的天台非物质文化产生年 不愿意 我现在从下来都跟人家从下来熟好 与记载人家熟 所以白纪人的历史 以下也会计划人的生日 黄金羽香糕制作流程细腻且讲究 制作饼心 在糯米粉加入适量的粘米粉 混合均匀后逐次加入瓜片 炒熟后的花生粒和芝麻等 再加入炸过的葱油和熬好的糖水 揉搓到有韧性和成团 再放入模具中铺平展开 制作饼皮 选适量糯米粉和粘米粉 加入少许白糖 将饼皮擀薄 再把之前定型的饼心包起来 放回模具中 在表面刷一层黄枝子水 不仅可以增色 还有一定的保鲜作用 放入锅里 蒸两小时左右 待冷却后切成块 对肥肥的快乐工和动作 最本身的态度来完成好一家转转 保护一家书女 包括我最想象 我最想象 我最想象象 最想象象象 所以我希望通过四家书女 保留好一份最真情的烤蜜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